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一开始要不要把你这个茶花小屋 这是你的笔名吗 笔名笔名 为什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名字 好这个茶花小屋其实它分三个部分 一个是茶 一个是花 对 一个是小屋 那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就是希望能够很悠闲 然后喝茶种花住小屋子 然后在一个田园地带这样子 就是没有什么忧虑 那也是现在城市人所向往的一种生活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退休生活 你现在已经在过这种生活模式了 还没有 不过这是一个心理的期待 然后你这本书单册路线 你过去有相关的出版品 算是第三本吗 第四本 在诚心是第三本 对 然后是不是先跟我们讲一下这本跟其他的一些差别 第一本是叫做早安自行车 这本是华城出版社出的 那它的范围大概是在这个大台北地区的河滨自行车岛 对 那它的名字叫早安自行车 所以说都是清晨天还没有亮起来骑脚踏车的过程 所以大概你就抓一两个小时吧 上班前这样清晨 对差不多就是在九点以前就会结束这样子 然后他强调的除了是台北早晨的风光还有一些跟自己的心灵对话 然后类似是一个闪文这样子 还有一本叫做这个单车一日小旅行 单车一日小旅行 它就是全省的 对 这个以一天为基础的一个单车旅行的路线 那大部分都是以这个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当接驳 比如说火车国光号 坐到哪一站 对 开始起 对 对 这个它的特色是这样 那还有一本就是叫做U-bike台北轻旅行 U-bike台北轻旅行 它是以大台北地区的这个U-bike为交通工具 然后用U-bike带我们到这个台北市的一些古迹文化美食 然后去这些地方当这个单车旅行的这些基础路线 那这三本是主要的内容差不多是这样 那所以这一本等于是四轮加两轮的旅行 因为我看你是几乎开着车在你的小折这样子 它有四轮的也有这个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站点也可以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 可是它的基础应该是以小镇为范围 就是它的范围不是很大 像这个单车旅行它可能会跨很多的乡镇 可是台湾小镇曼崎这本书 它就是以小镇为范围 不会太大 大概都二三十公里或者是四十公里以内这样子一天 所以老师你本身你的配备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小折吗 大部分是小折 因为做小镇曼崎 需要很多的交通接驳 那小折会比较方便 然后你都是抓一条路线大概二十几公里 这样子是不是就是等于符合大概初学者到一般的人都可以骑的这种体力的范围 它基本上它的路线是不会太困难 而且我的就是脚踏车的这种骑车的习惯 都是希望能够深度旅游 然后不要太强调运动或者是路线的长短这样子 所以一般的体力基础应该都没有问题 好那在出发之前除了脚踏车会骑准备好之外另外还需要什么额外的一些装备 因为你如果说真的一个人照着路线骑的话 有时候路线难免会有一些状况 你需要做什么样的额外的准备 其实骑脚踏车它说简单也很简单 它说有学问它也蛮有学问的 对啊我第一个想到就是破胎那怎么办 所以它必须要具备一些这个技术还有一些理念的基础 像你刚才讲的破胎你就必须真的要有那个技术才有办法处理 尤其是我们台湾小镇台湾看起来就是很繁荣 然后人口都很密集 可是到了你到中南部有些矫正它的距离其实是蛮远的 那你到了这个荒郊野外真的脚踏车有问题 你真的要具备一些那些维修的基础 那你刚才讲的那种破胎真的是最需要的一些基础技术 那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技术的话 到了荒郊野外比较容易被丢在那个地 被自己丢在那个地方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状况还有什么 比如说基本的水壶或者是车装是不是基本都一样 因为你毕竟要骑20几公里 可能就是身体一定会有些摩擦 就不能够随便穿着一般衣服去骑对不对 脚踏车来讲的话应该是我们上升主要是排汗的衣服 也不一定要车衣啦 就是一般运动的排汗衣就可以了 可是我建议一定要有车库 因为车库它除了那个吸湿排汗的功能以外 它还它里面有一块垫子 那块垫子可以当你跟屁股跟坐垫的环球 减少摩擦 对还可以减少摩擦 所以你可以骑起来比较舒服 然后骑的比较久 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说 会出书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书里面稍微做一下功课 因为在骑小踏车里面有个叫补给这个东西很重要 比如说你骑到哪边 然后你没有水 或者是你肚子饿 然后你要怎么做补给 在哪个地方先把东西准备好 然后再去走这条路线 其实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出发前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动作 所以老师你这25条路线都是踏查过 填调过很多次的吗 对都是我亲自去骑过 而且有的骑了非常多次 所以你就是鼓励大家这个不是只有单纯的骑车 其实还是要知道很多人文历史典故 骑车才会有不同的乐趣 对对对 如果说单纯你把它看成运动 或者只是休闲去绕一圈的话 我觉得比较没有意义 而且你骑个一次两次你就会腻了 对就觉得这边我骑过不想去骑 可是你如果深入了解那些在地的人文 还有文化还有风景 它所代表的内涵或是背后的意义的话 你会觉得那个地方非常有意思 而且会非常好玩 而且它也是一个认识台湾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那这25条路线都是对单纯 算是比较友善 然后难度又不太高的对不对 对对不错 基本上坡度都不会太陡 对不会太陡 而且就算它有点陡它也是不长的 就是蛮短的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骑不上去 你稍微牵一下就可以 那像有一些路线它是在山里面 那我们就是用大众运输工具的接驳的方式 先搭车到那个地方 然后再去那边骑 所以有一些路线并不一定要带自己的车子 因为当地有租车的那个店家 或者是有U-bike 我们用U-bike或租车店家的车 就可以去完成那趟旅程 所以相对来讲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出入门的话 其实可以先不用担心车子的问题 对 到了当地先借车 对对对 那像老师这种比较高阶的 就是都喜欢骑自己的车对不对 自己的车算是比较熟悉 是比较好骑 因为那个租的车子 大部分都很多人骑过 然后欠缺保养会比较不好骑一点 就会比较耗体力对不对 是这样没有错 对啊 好那其实呢 如果单车这个 没有走这样的一个 算是比较特别路线 其实一般人 很多人就是直接马路上就骑的 但是相对是不是 有些危险跟风险 是一般人比较没有去评估 或者是考量到的 就是我们很容易 就是沿着这个省道就开始骑了 那那个省道跟一般的道路 是比较危险一点 因为它没有做这个区隔 所以你跟汽车可能会有交叉 或跟机车可能会有近距离的接近这样子 相对来讲危险性会比较高 那在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路线是 它是在脚踏车道里面 那也有在就是一些小镇 它是比较偏僻的乡间小路 所以它骑起来变成就是安全性相对的就比较高 那我是特别有挑过那些路线 就是比较会避开那一些跟马路的车流交叉的机会 就算是它跟马路在一起 可是它也是有做区隔 有一些路线是这样子的 有稍微分道一下 对对对没有错 我觉得老师这本书可以看得出来 你这个写书非常有经验 这个每一个站到每个站之间的公里数 都有清楚的一个标记 可以让我们做一个体力的调节 那在坡度也有做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坡度表 这样子包括一开始的难易度 我们可以先从比较简单的一颗星开始慢慢骑这样子 对对 这个是一般人这个比较不会注意 这傻傻的拿着车就出去骑 对对对 因为书里面有一个地方 它就是有把这个难易度做这个星级分类 就是说一颗星是最简单 那五颗星是最困难这样子 那这本书的路线大部分都落在一到两颗星 那一颗星我是归纳在这个轻松骑 那两颗星是这个进阶的 三颗星以上才是挑战的 所以一到两颗星大部分都是这个 一般人的角力都可以 都可以去骑的这些路线 那老师你都是享受一个人读骑 还是这个团体骑 在这一本书里面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读骑 因为团骑的时候有团骑的这一个氛围 还有他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跟读骑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说我要去搜集资料 还有我要拍照片 然后我要把那些资讯拿回来的话 我就必须要读骑会比较好 我比较有这个 充分的时间 充分时间跟注意力去完成这些事情 那团骑的话 因为我要照顾到一个团体 所以我要花很多精神去做这个团体 团体骑特的这一些掌控 那团体骑特跟读骑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我要写书写文 我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骑 对这样你才能够掌握自己的时间就对 不会有时间压力 是的 因为毕竟要写书 等于是你把周边的这个景区 也要做一个说明跟介绍 所以你一般也是都会先整理好相关资料 包括到了现场也会去采访一些 当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故事 对对对 那个其实我 你说我有准备 我是大概就是会把大纲抓出来 那有一些在地的故事 跟一些跟在地人的采访 或是聊天 那个是大部分都是到那边 随机的 随机对没有错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以聊到很多 这个比较不为人知很有趣的事情 这样子 不过你大部分都没有记录下来 对不对 你是不是以后有打算在另外出一本 这个比较人文历史的部分 我是有这样子想 可是我在想说 因为这本书是骑车书 所以它有的时候是蛮难抉择的 就是说你想把那些历史写清楚的话 你相对的你要 篇幅会更多 对你的篇幅 我这本书其实已经删减非常多路线 因为太厚 那个图多嘛 然后文字又多 所以已经抽掉不少路线 其实它原本比这本还要厚很多 可是你们在出版那时候的考量 没有照区域来出一些比较轻薄的 让你适合边齐边带在身上的 那我只要去北部 我就是带北部这一侧就好 我知道你讲的意思 可是我觉得出版社可能有他的想法 或者是他的经营的方式 所以他必须要把路线集合成一个全省的书籍这样子 我也有想说区域性比较好 像那个U-Bike台北清理型就是区域性 就以台北市为主 对没有错 或者是看这个出版之后的这个回响 这个有一本完整版 另外有一版是这个北中南东各一侧 小侧的这样子 对对对 轻薄带在身上 精简版这样子 对对对 这样子可能会不错 那老师我们是不是就挑一些 你特别想介绍的这个路线 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条 这个基隆港湾这条 哦基隆港湾是 哦这个是等于是沿着海的路线 骑起来非常舒服 对对对 基隆港其实它是一个蛮有悠久历史的港湾 那其实在基隆港里面有个故事 我是没有讲到的 就是那个基隆港务局的那个大楼 哦那个是历史时代的 对就在那个火车站对面嘛 那那个基隆港务局的大楼 我去的时候我碰到那个港务局的主任 我不知道他是主任哦 然后我在港务局前面拍照啊 然后就看一看 然后收集资料啊这样子 然后就他他就跑过来跟我讲说 哎你想不想了解一下我帮你导览 结果他进去有办公室 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这个基隆港务局的主任 然后他帮我讲的很详细 我知道他那个怎么化妆什么都是有当初的那种格局跟氛围 对他的这个他整栋大楼其实他是以一个船的这个意向 当做设计基础 所以他你看这个大楼的这个基座那个地方有很多平平行线 其实那个是那个船的吃水线的意思 还有他的阳台就好像是这个邮轮的那个外凸阳台 这个还有他的上面有一个那个类似那个雷达的铁塔 那个就是船的意向 那他里面有一个这个八十几年的油桶 很有意思 那那个油桶呢 他可以从那个港务局主任的办公室前面那附近 直接从二楼投下来 那那个油桶是铜做的 就是我们一般铜色的 那你投下来他会掉到一楼的油桶里面 那那个油桶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 很有意思 那现在还是可以收发 那基隆港务局那个主任他就是 他做了明信片 然后把油票通通都贴好 那我们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那边写一封 这个写一张这个明信片 送给自己寄回家 像这个过程就是写起来就很多嘛 所以就没有办法写在书里面 要另外再写 对对对 篇幅就很多这样子 那这就是那个基隆港务局大楼这样子 对对 那那个其实我们我把这个基隆港 这个基隆这个小 算小镇吗 我觉得它是一个小镇 它是港区小镇 我把它分成港东跟港西 就是以火车站为中心 对对对对 把它分成港东跟港西 那在这个港西这一边 港西这一边有这个白米翁炮台 还有仙洞岩 这个就是比较少人会去的地方 然后再过去一点还有外木山 我们就是这样把港东起一遍 那港西这边有一个基隆 比较大家熟悉的就是那个中正公园 中正公园上去其实它有一个 还有一些炮台 那些都很值得我们去那边参观 还有去找一些历史的足迹这样子 我小时候上去跟那个观音拍照 对对对 那个观音现在还在 对对还在还在 所以这个港西就等于一路 一直骑到外木山到大五轮就对 对对对到大五轮对 所以这条路线算是车比较少对不对 比较悠闲一点 港西车很少 然后港东这边上山也不多车子也不多 你是往山边骑不是沿海骑 沿海骑的话就 沿海骑因为沿着港边骑车子就会很多 然后你就上山 上山然后再下来到这个和平岛 基本上车子都不多了 对对对 那这样子可以把基隆整个 整个这个比较靠市中心的范围 可以先骑一圈以后 然后你再来认识基隆 然后再把范围扩大 所以你设计真的要路线就是 你等于是坐台铁到基隆火车站开始骑就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也是要配合 那个一般好像是只有假日才可以开放 这个单车上台铁 没有假那个台铁随时都可以上 平日也可以上 但是要特定车厢就对 如果你没有打包的话 就是要特定的班次 那如果你有打包的话是每一班都能上 我就把它拆解就跟一般的行李就对 对对他就视为行李 对视为行李 然后你就直接像台北到基隆不远 大概半个小时 然后你就把它打包成行李 就直接不用做自小号 就一般的这个电链车 然后你就上去以后到基隆再把它组装 我就是用这个方式去的 我现在26寸也可以拆吗 可以就前轮拆 他有一种吸车带就是拆前轮的 拆完以后你就把它套起来 一样一样可以 就单一般行李就不用刻意找车厢 对对对对 好我们介绍第一条是基隆港湾这条路线 我看起来就非常的想出轴这样子 不用到花莲台东这个基隆港 你就有沿着那个海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非常棒 我们来介绍中部的一条路线来帮我们介绍 中部 中部那个地方比较少人知道 就是园林到这个西湖这一段 那这一段 大部分人去彰化去台中 都会去一些知名观光景点 比如说这个台中的后峰铁马道 还有东峰自行车道 还有坦雅神对不对 那你以小镇漫游的观点来看的话 你从园林骑到西湖你沿着台一线走 其实它有很多历史光景在里面 中间有一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一间古厕 那间古厕叫做鱼山馆 那间鱼山馆它非常的漂亮 它的建筑模式非常的棒 在台湾比较少见到 一般我们看到的三合院 它是这个 就三合院 然后中间那个正厅 正厅它的门前面又有多一块 算是叫做门廊吧 就是像我们这个 有点像戏台 对对对那个东西叫宣庭 宣庭因为我本来也不太懂 后来我查了好久 我才知道原来那个东西叫宣庭 那个像我们三合院在北区 在台湾北部看到 你比较少看到有宣庭的房子 那你到了彰化 彰化那边的这个三合院 很多都有宣庭 那我把它归纳是彰化人比较好客 那个宣庭是在接待客人用的 就是有贵宾有客人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那个宣庭里面泡茶聊天 然后可以谈事情 那这个就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我们淡水的红毛城 淡水红毛城 大家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回廊很宽 那淡水红毛城的回廊 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就是这个 因为外国人来台湾 他不习惯台湾的气候 所以他一定要有回廊缓冲 第二个就是 那个欧洲人很喜欢社交 所以他们就会在那个回廊里面喝咖啡 谈事情 在摆张桌一样 对 然后这个 那个渝山馆 就是彰化的渝山馆 它那个宣庭就是这个功用 就是接待贵宾 大部分人会猜是戏台 确实突出一块很像对不对 可是它那个宣庭的公园就是接待贵宾用的 或者是家人在那边就是做家庭聚会聊天用的那个宣庭 这个渝山馆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你再往这条路线有经过一个地方 叫东罗西自行车道 对 那这个东罗西自行车道很棒 它好几公里 它的自然景观非常棒 就田野风光吗 对 可是它的这个春天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木棉花道 那我是秋天去的 秋天它就是变成这个台湾蓝树隧道 它的台湾蓝树开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成隧道状这样子 那那个台湾蓝树 它是一个会变色的树 它秋天是黄色 然后深秋到冬天的时候是红色 然后到了隔年一月的时候 它会变褐色的 就四色 对 然后它在那个就是双十节的时候会变红色 所以它也叫国庆树 那它这个隧道很长 好几公里长 那沿着东罗西走 非常非常的漂亮 不过你绕这一圈比较大圈 从园林火车站等一下绕一圈回来这样子 对 这一圈比较大圈一点 可是你慢慢的走 其实也不会太累 就我是搭火车到园林火车站 然后园林火车站下来这样绕一圈 回到园林火车站 我大概十点多开始起 然后回到园林火车站 大概是下午五点左右 以你的这个矫程可能一天 一般人可以就可以考虑变两天就对 对对可以这样考虑 对 因为我看你这个里面都有注迹这个公里数 总共42.8公里 对超过四十几公里 没有错 然后它回到西湖的时候 再走这个阳浦自行车道回到园林 所以一般人要骑四十几公里 还是要有点训练对不对 会蛮比较吃力一点 如果你都一直没有骑车 突然去骑可能会蛮吃力的 那你平常有在河滨骑 我觉得应该都没问题 不过这一趟这个四十几公里其实可以介绍的点非常的多 对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你这个精选出来算是比较有特色的 对比较有特色的 我因为我的我的脚踏车旅行方式我不喜欢赶场 我希望在一个地方然后多感受那个地方的氛围 还有它的比如说建筑之美自然之美 然后我希望我最希望能够碰到在地人聊天 像这个在阳浦自行车道 就是从西湖回这个园林的这一条自行车道 它叫阳浦自行车道 因为它经过这个浦心 对 彰化浦心 那我就碰到这个在种这个青花菜的这个农家 那他其实你放眼看过去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田有多大 然后他我就问他 我就说那你这个收青花菜这样子收 收这些地可以卖多少钱 真的是很难想象 非常大一片只能收四个月只能收两万五千块 很年价很辛苦 然后我就说那你这样子很辛苦 那你都收入很少 他说我觉得台湾的农民很乐天 就是很乐观 他就说我们做我们做农的就是这样 他也不会有什么抱怨 可是他就是很乐观 就是其实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做 然后他就开着货车在那边采收青花菜 我觉得这个就让人很感动 就是台湾的农民很乐天很知足 他不会说因为这个收入少就很抱怨这样子 乐天之命 对乐天之命 这是我遇到比较让我感动的事情 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挑一条南部的路线 南部有一条是这个 从这一条就是我去了两天 从这个从白河一路骑到这个盐水 骑到盐水 还有经过这个官田 还有经过麻豆 还有经过这个雪甲到盐水这样子 那这个里面他的路线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比较好玩的地方在盐水 盐水那边有一个八角楼 那个八角楼很有意思 他是这个清朝时代留下来的 然后这个我去的时候我在那边一直拍照 我一直拍照 然后那个他大门敞开都没有人 然后我就跑进去一直拍一直拍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这个大神就骑着脚踏车来 他就说你们要拍照是不是 那我帮你介绍一下 来来你进来 然后就跟着他到他的后门去 他就 我以为他后门打开会有什么风景 然后其实打开就是没有什么风景 就是一个空地而已 然后他其实不是要给我看风景 他是要跟我讲那个后门的机关 那个机关多好玩你知不知道 我们那个古早的门都有门栓 那个门栓栓下去以后 他会自动上锁 你就没有办法把它抽出来 然后他就是说来你跟我到前面这个神桌那边 我也要拜拜 结果他就拿了一个那个香烧剩下那个香角 最后红红的那小节 对对那小节 他就拿了那个香角到那个门那边 然后那个门栓上面其实有一个小洞 他就往那个小洞插下去 就打一声 那个锁就解开 那个是一个暗锁 很有意思 然后他就把它抽出来 他说你再把它放进去 一放进去没有声音他就上锁了 然后他就叫我拿那香角插开 一插进去 打一声 然后又开了 那个锁又开了 所以他是表演他那个暗锁的功能给我看 然后他又说来来你来前面 就是刚才拿香角那个 我们神桌前面都有一个暗 一个桌子 那个桌子 它上面很多精美的雕花 对不对 然后有一块雕花掉了 对 掉了 掉了以后是怎样呢 其实那个雕花它有阴雕跟阳雕 它不是直接在那个原木上面掉出来 它是先在桌子上雕一个凹进去的草 然后它的那个凸出来东西是在香进去的 在牵进去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很精美的雕花 其实它是另外在外面雕好 又牵进去 它在上面雕了一个凹进去的那个草 先把木头上面先刻一些阴雕的痕迹 对对对 然后再配合那个形状刻个立体的阳雕 砍进去 对对对 两道工学 对两道工 非常的厉害 我本来 可是你在 它没有掉下来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它是这样子做的 你会以为它直接是从那块木头掉出来的 所以是因为有掉一块才看得出来 掉的那个部分是有阴雕在里面 对对对对 没有错 然后它还有机关 它前面的这个窗户也有机关 因为我们古时候那个窗户是 大家看那个古双具就是那种木头的窗 然后有胡子的那种 然后有很多栅栏那种 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然后它那个窗其实都蛮厉害 它平常是这样子是可以透空气的 可是它下面有板子可以拿起来 就是当你就是比如说晚上或台风来的时候 那是可以把它拿起来 把它挡住的 外面还有一道这个防护的窗板 它窗板是怎么样 它拿起来以后 它手一放就自动卡住 不会掉下来 然后它在那个窗框上面有一个按钮 它一按那个就就会掉下去 我懂 就你把它这个窗一排的这个横幕这样放上去之后 它就自动卡住 对对对 要有按扣扣下去 它才会掉下来 对对对 那那个按扣是在刚才我讲的 有窗龄的那个地方 而且小小的 那相对的除了我刚才讲的这种气候防护作用 它有一个防盗的功能 还有一个防盗的功能 然后它就在里面表演很多这些 他们的这些古人的智慧给我看 所以你就刚好遇到八角楼的主人 对对 遇到他的主人 可是我本来不知道他是主人 他就说那你们在这边慢慢拍 他就走了 他就说那你去那个八角楼巷子口 有一间冰店 他说你去那个冰店 它的红豆牛奶冰很好吃 那我去那吃红豆牛奶冰的时候 我跟那个冰店的老板娘聊天 然后他就说 你有没有看到八角楼里面有一张照片 他有一个这个房间里面 放了很多他们以前的照片 对 然后有一个这个 有两个小女孩相载的 骑脚踏车 对骑脚踏车相载的这个 然后呢 后来他就说那个上面是我 那我说我刚才碰到那个时代 他说那个是他妹妹 所以他在他妹妹 对他在他妹妹的那个那个照片在上面 所以 我就 不知不觉我就踏入八角楼的生活里面 很有意思 等于这照片应该也四五十年了 对有有有 从他小女孩一直到 从小女孩对 他小小的就是幼稚园那个时候 你里面有讲到 他的红豆是特别用块木熬煮 对对对 所以特别香了 对这个因为那个盐水盐水他们就是在 大家在改建房子的时候 会把他的窗框啊门啊拆下来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以前的块木 那个就是日本可能是日本时代盖的吧 很多块木 然后他那个那个冰店的老板娘就会去把它收集收集回来 他就带我说带我去看说哎你来看我怎么滚那个黄豆啦 然后他在后面用那个大栋嘛 还有那个锅滚那个黄豆啊 他那个门一推开哇塞我闻到的不是红豆香 闻到的是块木香 所以那个是拆房子没有注意到 如果有注意到有些人会整只拆掉还可以转卖 对啊对啊他就是 就是随随便便拆啦都坏掉 他就把它收集起来然后煮红豆 对如果你好好保存的话 有些人会拿那个旧木再去复原那个买旧修旧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就拯救复旧啦 对对对对 还专门有些人在收购这些旧块木 对啊对啊他会帮你拆房子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非常值钱 对真的 因为现在不能凯了 不能砍拔了嘛 所以只能靠这些旧木 好那东部我们也来挑一条路线来介绍 东部我们来讲这个小小村子 这个吉安乡的南华村 吉安乡南华村 里面有一条叫做吉安 吉安镇 就是一个大水浸 对一个从这个 他这个水浸他贯穿了整个南华村 那我们到这个南华村来的话 这个水浸旁边有一条自行车道 叫做初音自行车道 那你沿着初音自行车道走呢 你就会把整个这个吉安镇的风光都一览无遗 对那这吉安镇他以前是叫做吉野镇 那那是日本时代的名字 然后这个地方它很有意思 你沿着这个吉安镇这条水浸走的话 走到底的时候是初音发电厂 在发电厂附近有一个落水井 就是我们这个水下来沿着这个水浸过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地方会落到比较深的地方 有落差就对 有落差一个落水井 然后落水井那边会有一个 那边有一个石碑上面提的叫做 我们一般人看都会看成不冬 冬天的冬 其实它是草树那个不浸 就是永无止境的那个浸 然后那个叫不浸 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当地的一个阿伯 他骑着摩托车来 他看我在那边拍照 他又来找我 就说你来骑脚 那我帮你导览一下好了 我就说这边有什么好导览 他说我为了这个吉安镇的这些历史 我特别到日本去考察 然后他去日本考察证实以后 这个吉安镇的水 他是从这个南齐来山引流下来 其实不是只是在平地的一个水井 从南齐来山这个引流下来 那日本时代的时候 他们日本人在从南齐来山一路到吉安 他总共盖了这个七座水坝 五座发电厂 就是那种比较小型的 他为了这个吉安镇的水源 所以他盖了七座水坝 五座发电厂 然后一路到这个初音发电厂这边来 所以我一听到我就觉得 哇这个真的是如获至宝 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会有这种历史 就是只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水源地而已嘛 然后这个让我听到 我觉得哇好有意思 他说你有没有去这个 那个山上有个风林步道 其实那个水均的旁边 不远处就是一座山 那他上面有个风林步道 就是吉安那边蛮有名的一个步道 他说你上去这个吉安这个风林步道上看 你从山上看下来 吉安的路是跟棋盘一样整齐 以前日本人规划的 日本人规划就是哇 一格一格的 一个方形一格一格的非常整齐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整齐吗 我说那不是日本人 他们的规划就是这样吗 就是一个城市规划 他说不是 他说因为这边以前要盖机场 因为日本人他那时候在执行南清政策 就是要往这个菲律宾啊 那些要往南侵略的南清政策 所以他准备在那边盖机场 吉安机场 所以那边有非常多的机堡 就是那个机枪阵地那种 我们看到一个圆圆 然后有开一个洞那一种 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机堡 然后那个路会规划的这么好 是因为有机场的关系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 我到那边去我才发现 不然我只是会去那边骑车 然后只是看一下优美的风景而已 我知道那时日本人 好像牵了很多他们内地的人 来那个花东那边去开发 对对对 他们特别把人送到那边去开发 所以在那个寿风厢那边 有一个丰田村 都比较有规划 对对对对 都有规划 对 那后来这个就变湾生就对 就会有后面湾生回家的故事 对对就有那个故事 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出去骑车真的不用骑太远 我记得那个南华村那个不到十公里 对八公里多 对短短的 可是我走了从早上一直走走到下午 走到一整天 好 就是有用心去看景点 对对对那你跟那个当地人聊天 你就可以聊很久 因为你可以从他那里面 获得很多很多的知识 我觉得就很有意思这样子 所以这本书还真的蛮适合给这个 不管你是住哪里 其实北中南东都有适合你们 在可能在你们家附近的路线 你都可以先试骑看看 对对没有错 那一骑出去你就发现 你就会知道你下次还要再准备什么道具 因为出去就知道哪边不够了 对你就是骑的经验越多 你就知道下次该怎么准备 那装备也会越来越多 对不对 像老师你出门还要拍照吗 我出门真的是还要带GPS 然后还要带相机 还要带脚架 然后我的脚架又特别不一样 我的脚架是除了立在地上 它还要可以锁在电线杆上那种 然后就装备很多 然后就出去回来 然后就有的时候我拍一张照片 我会拍半个小时 就为了瞧角度 对对因为我自己要自拍 所以我必须要不断的 就是去调那个人在中间的 那个位置要怎么调 不断的瞧 大概拍张照片 有的会拍半个小时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 就是请游客帮我拍的时候 会拍到他翻脸 因为我想说 你太规模了 对对对 因为你是要专业的品质 他以为拍了就好 对他大部分都会 我跟他讲说你等一下就这样拍 可是他拍出来就不是那个样子 对 那我就你再帮我拍 差不多拍到第三张都会翻脸 因为有些游客他不会用单演员 是对焦就跑到后面去 对啊对啊 光是要教他怎么办 按一半锁定对焦再移动画面 他就搞得模模糊糊的 所以自己出去骑车有好处 也有一些问题啦 就是你要去收集一些照片的话 就是真的比较要花一点时间这样子 嗯嗯嗯嗯 那老师你下一本是哪方面的 因为我一定会有人想问 那有没有美食之旅啊 边骑单身边吃美食的 我是有这样想啦 不过我下一本最想出的是 我那些涉大学生的骑车故事 他们都是50岁以上 还有70几岁的 就退休人士 对然后他们像有一个70几岁的大哥 他可以跟我骑到福山 骑到屋来 我觉得非常有励志的这一种效果 我希望把这些 他们退休以后的骑车的生活 还有他们那个心 就是他们对生活的那些热情 就是把它写成书 然后分享给大家 我比较想写的是这个 对我如果70岁 我可能就只想在家 每天睡午觉就 根本不想那么累 还骑脚踏车这样到处跑 对有可能啦 所以他们还包有那种年轻的心 对对对 然后他们都像我有一些学生 他大概就是接近60岁嘛 那他平常也都没有运动 然后他来骑了以后 大概就是我们讲的小镇漫游这种方式 那骑完以后他觉得 他自己很有成就感 然后他就说 这老师那个我想骑到80岁都跟你一起骑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那个就是不断往前迈进的心 很值得我们去这个效法啦 因为说真的年纪大了 那个体力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啦 可是他们就是不断的会要求自己 然后往前迈进 其实会越骑越健康 对 而且他们这个有一些人他来的时候很胖 他现在骑了大概一两年以后 身材变很好 真的 我是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女生会不会怕大腿变成粗啊 因为我们看到骑车的腿都很壮 对啦你如果当运动员练会这样啦 可是我们就休闲就是当旅行期不会啦 反而会越骑越瘦 是 因为如果你当运动的话是无氧运动嘛 那你如果说休闲期或者是你 是有氧慢慢的 有氧他反而会消耗你的这个脂肪啊 热量啊 反而会变瘦啦 而且这个这几年单车也是蛮流行 所以大家都很风 这个假日就骑单车这样一天两天就可以 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很简单就出门 对对对 而且单车骑车来讲 他的旅行方式跟一般 像我们老人家很喜欢搭游览车嘛 然后去上车睡觉下车尿尿 然后就是打发时间而已啦 可是骑小孩车他看到了跟体会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他是比较有深度 而且他的收获是比较丰富的啦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作者李立中老师为大家介绍他的新书 台湾小镇曼琪然后诚心出版谢谢 谢谢 谢谢